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任的时候就接下了前领导人胡锦涛的高速铁路规划 预估到2035年将再增加1.5万英里要连接中国最大的城市 但是如今整个中国的高铁长度近3万英里 如果再加上规划新建的长度可以绕地球一圈半这么长 但是却因为路线规划不当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前坑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目前过去五年中国在新建新轨道 车站还有购买列车上面就花费超过5000亿美元 截至9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债务跟其他负债业已经达到了8600亿美元 这折合台币大约是28兆元 也就是说你每年光是偿还这些债务就需要250亿美元 不过中国的人口预计在未来30年将减少2亿人 也就是说你未来要提高整个高铁旅客的流量将会面临大挑战 例如上市四川省的富顺县 它人口最高峰的时候超过100万人 但是现在只剩下70万人了 平均每天只有9000人次来搭这高铁 这经济意义就引发了质疑 而现在中国经济低迷这把火也烧向了电视台 2023年中国已经有近700家的县级电视台停播或是关闭 那目前整个境内也有2000家的电视台是面临倒闭风险 根据陆委会最新的报告分析 这是因为中国地方电视台向来其实都依赖政府资金来支持 又缺乏市场竞争力还有创新能力 那现在电视台倒闭了 是不是会弱化整个中共的内宣效果 以及社会控制能力 值得进一步关注